大家好 今天我們公屋聯會有一個叫公屋直播室 今天跟大家去談些什麼呢? 就是新思義的劉曼先生 早上,曹爺,陳來波司長發表了一個新一份裁定儀選案 整體的意見都落列在這份儀選案裏面 我們不如探討一下對於這個儀選案有什麼點評 我簡單說一些土地和房屋的相關資料 曹爺說到會撥備 撥了20億元的款項是支持過度性房屋的 給一些NGO機構去做 另外,也介紹未來公私營單位供應方面 供應房屋未來只有10萬間 都是不納標的 私人留意方面 另外,未來三、四年供應有9萬3千間 未來這五年的平均數每年就有18,800間 和長刷上年說的13,500間是超入標的 供應就不夠,私營就超標了 另外,在一些利民紙困方面 譬如有些免猜響,但比上面就少了 每一季就1500元 我們常常珍彩派堂的公屋代表租金 仍然是落空的,沒有的 大體上去到這幾方面 還有一個房屋基金 房屋基金有824億 但現在回撥給庫房 這幾個較為重要的情況 關於土地房屋 不如文先生問一下你的意見 今天對於曹爺的預算案 是否滿意呢 其實從預算案來說,洋洋灑灑 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公屋聯會 我們關注的當然是公屋和土地問題 尤其是我們經常堅持在管理的位置 我們堅持一個房屋問題 將會是我們香港社會未來相當長時間 十年或以上未解決的問題 現在這個預算案的著迷點很多 但是在這個主要問題 重中之重的問題上 林鄭講的不是我講的 在房屋問題上 似乎都不是令到我們很滿意 僅僅數吧 為什麼呢 那20億 我們之前幾天和鄭銘信議員都談過 過度性房屋那個問題 他們給了20億下來 都可以沒有下 補充一下 先說一下 20億來月圓 如果預計每一間總口屋的成本 大概是三十至四十萬左右 當真是所有的錢都用作輕建 因為應該不會用來建造房屋 因為有些翻新一些 所謂舊樓 都所謂叫做社會房屋 當真是全部加進去 預計都可能是去到五千間左右 阿偉這個真是可遠而可佔 就算我和鄭議員都這樣提 只有幾千間 當然我會覺得 開始做緊慎一點 但是五千間 你想想我們的數字 現在我們有二十八萬戶 一般和單身值 差不多二十七萬 二十七萬 二十八萬 二十七萬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 到五點五年上樓期 很結 六就 其實我比較悲觀 今年應該達到六 因為第一季 相信都是一跑數 一跑數 都要逐量偏配單位出去 偏配 新單位 偏配 就是跑到終點 自然可能就高 這個六後時間 因為未公佈 今年的三月份 又未到 那個數字 相信應該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還有一個 尤其是我們深水埗區 正如鄭議員說的 我們劏房很多 對嗎 二十一萬的人口 住的 不適切房 劏房 之類 老實說 你放五千個單位 還不是馬上有 還要放一兩年 是吧 其實是不夠數量 當然 我想 沽水車身一定是 不過我覺得 正面一點看 作為第一個 起步點 起步點 值得原諒 有得推動這件事 是應該值得支持的 多與少 我想 做一些成績出來 我們期望坐下 就沾水 我一定支持 我們公佈一定支持 國度性房屋 是吧 你二十億 啟動做好 他拿的經驗是對的 只不過就是實事求是講 如果能夠做多些 我們的輪候者也好 我們的基層市民 就打決他們的苦房 利民造私 就更多些 多數量是他們的好事 所以 我們會 其實我們公佈會提高 數字價位 我們會提六十億 我們六十億 怎麼來呢 其實都不是 跟現在政府的二十億 有大差距 因為我們在說 未來十年 每年大概 我們希望有 不少於二千間 其實基數都是按 大概 平均成本價 三十萬 一間 你當回十年 兩萬間 成三十 那就等於六十億 其實那個數字差不多 不過大家的起步點 和目標性 是有些不同的 當然 我們的起步點 不同 那個推算 有些不同 跟二十億 有些不同 但是我們會覺得 要從數量上增多去解決 還有一個觀點 我一直都堅持 其實政府要大頭做 比如說 有些過度性房屋 現在我們 很大程度 按它的試行 就給了我們民間團體 NGO 等它做 其實是否可以政府 落多些水去做 投資要多些 是否更容易解決 現在資金上 就應該有個支持 我想 建成這些 除了錢 地 也是很重要 土地 現在很緊張 我想政府 這麼多的限制地 其實我想 除了民間自己去找地 之外 我就很建議政府 真的有一個 所謂限制地 的 即一個表 有錢 有地 做一個計劃 其實就令到一些 有心做這些 項目的一些機構 就更加方便 它又不需要 到處撲水 撲地 我可以幫你去 蓋石 幫你去營運 亦都可以想 大家的方便之門 打開了 這件事就會 成事機會大一點 還有一個 其中 在今次的 財政預選案 提了一個 才爺會用200億 去收購60個物業 作為一個社福機構 130個社區 社福設施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但是我 講來講去 講老本房屋 其實這個 投資 我肯定歡迎 拍手掌 但是如果 在個度性房屋裡面 穿物多些 甚至乎 是去 特別是那個工廈 阿偉 我們之前也接受過傳媒訪問 講一下我們 我們見過副局長 公廈改裝 我們很恩賜 似乎 留梯響 不見肉人來 你是不是如果 在這裏的投資 撲款上面 多些 真是落成一兩座的工業大俠 讓我們看到 不單止是那個 我們 我們 看到 景象 從事更重要的 那個 那個 過度性房屋 落成 那個 火數更多 更好的 這個當然同意 比如說 200億去買 60個物業的話 這個 我想都是一個 我支持的 譬如 食肥扣 設施 都可以 增加給 一些服務 在社區上面 一些的 過度性房屋 單單是 一些 NGO去建 我覺得都是 一些困難的 工廈去改建 似乎 大家都未見到這個城市 到底那個 成效多大 也不知道 因為 租金的收益 究竟 吸引到業主 去改裝了一些單位 做過度性房屋 如果反之 政府有錢的話 其實他可以 收購一些工廈 你自己去做 上次 我們見過的局長 都說到 一座工廈 單業主 每一層 即是十層樓 每層可能改建 十五間 都有幾百間 四十五間 四十五間 即是四百多間 這個 如果政府有一個資金 他可以帶同他去做 就可以 為什麼 社福機構 而過度性房屋 都會因此 當然 社福機構 都是做福市民 值得支持 但問題 講來講去 水深火熱的事情 你做多一點 可以嗎 還有一個阿慧 剛才你介紹的 我都覺得 很落差 情緒上 你公屋的落成 剛才你講過的數字 公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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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來是十萬零四百間 就算你長冊的建議 都十五萬七千五百間 因為去年年底 政府就收過長冊 六四變七三比例 將那個比例的餅刷 即是斬開了之後 其實每一年 公營房屋 應該是三萬一千五百間 目標 你承開五年 就十萬多 但是你政府一見 即公佈 就未來十年 五年都是十萬間 落差相當之大 有五萬個單位的走數 但相反你私人樓住的落成 就可以超標 超標 如果你說未來五年的平均數 每年是一萬八千八百間 相比起他們的目標 修訂了一萬三千五百間 即是多了五千多 所以在公私營供應的比例上 我們公營房屋 之前提 即是不要說預告 之前提 那個提法 我想都很有必設性 很實在 是應該要調整 那個供應的比例 去年 林太 六月份 有一系列的房屋政策 新措施 當中 有個建議 將九福的 啟德 和安特神的地 轉 由私營 轉為公營房屋 這是好事 起出租 或者起之內 就可以再去 再談 但是 我本來想 他有些事情會移動 既然 這幾年都超標 是否有些地 都有條件 可以在這次預算 調撥一下 給公營房屋 確實 那個差距 真的大 你說 改了個 七三比 都可以港幣 沒有實質上的支持 我覺得 比較失望 因為從細數推算 每年超標 未來五年超標 應該有兩萬八千 兩萬幾間 兩萬一千五百間 單位數量 私人樂業樂值 多了出來 公屋是大近視 你落差 是多少 三五萬 這個要正視 你的目標定了 但是每一年都不能達到標 這個不理想 一直倒下去 真的是令人沮喪的問題 還有一個 港版房屋 就是 青年住屋 我們很關注 我們最近都成立了一個 關注青年住屋 的業績 也做了一些 糞卷調查 和青年朋友 交往了解 其實 又是沒有什麼著迷 這一次 其實 預算案之前 一段時間 有些風聲 陳茂波司長 也提過 會不會 可以放寬一下 這些案件成數 不過之後 特首出來 就說 不想了 但確實現在 那個 年輕一輩 或者是 守治者 買樓 確實承擔都幾重 如果 資助房屋 又似乎 都不達標 供應量 都是少 即是說 出路都很困難 其實 事實上 我們所謂 重中之重的問題 你這個問題 就是青年 當然我們社會的未來 我們更加要關心 重視他們的 未來生活 發展 按据樂業 是其中一個基本因素 但問題就是 這些上面 沒有加大力度 我想都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沒錯 其實更加想政府 成立一個 所謂青年發展委員會 很浩浩蕩蕩蕩蕩 我們要統籌青年政策 有很多範疇 又有什麼 國人發展等等 房屋其實是其中一種 但似乎由去年4月成立到現在 都沒有什麼聲音 對於房屋 這個很失望 很嘴唆 雷青大禹 你覺得很幸 另一位書長出來 牽頭 電視都做了 廣告都出了 但你不要給別人幻想 你幻想破滅 很可憐 對青年人來說 我期望管理做得不好 做不到的 你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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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面什麼都沒有跟上 你都難怪民間對你的期望破滅之後 情緒低落 以至沮喪低落之餘 真的有點麻煩 所以我覺得 都會爭取 政府要整合一個住屋政策 不是單單買的 例如青年宿舍 在公屋政策 是否有些 甚至會資助的出塵房屋 是否有些微調 有優化 其實真的令到一些 年輕的輩子 有些出露的儲光 為你說這個問題 我又想起 昨天正前看電視 也看到黃遠輝主席 說的那個 六子居 抽 抽籤 原來那個青年 單身的 都高的 20倍 都高的 不論六子居都好 20%佔到總共產 就算是居屋本身的 新白表申請者 都有很多是單身者 但現在所謂家庭和單身者 比例是9比1 非常之懸殊 當然方家也有些人說 家庭為主 人數多 這是一個說法 但你看回 現在我們參與 那個 搞豬抽籤 那些單身人士 的倍數 以這次的六子居說 是 百分之二十 八千多 就是八千多 抽五百多號單位 不少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 或者接下來 我想在三月份 有機會談 居居居2019 例如是 入息限額 我想整個銷售的過程 都 這個計劃都會談 這裏 其實工工聯會 都提及了很久 你現在9比1 我想我不是要你全部 一半一半 單身和家庭 不可能 我同意 一般家庭應該是優先 那你可不可以 比這裏百比二 多一點 你的年輕人 或者是單身手指 因為本身 單身 相信現在是 因為香港的發展 有些不同的考慮 以前我們家庭 鼓勵大家結婚生育 現在單身的趨勢都比較多 可能未必要結婚 其中一個 我昨天接受一個同樂的訪問 一個新郭新聞系的同樂的訪問 訪問完之後我都提出一個問題 黃宇輝主席這樣 演譯了那個 陸志居那個 有二十個百分之都是單身的 你怎麼看 當然了 當然了 要擴大 二十多歲的人 三十歲 他其中 答出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需求 以至於就算他未必是單身 即是他要發展的 都要結婚 組成家庭的 他都覺得如果 我根本沒有一個物業 我都減不了 這是另一個看法 要求保持單身的 又是一個看法 但無論怎樣都好 你幾個因素加起來 但青年住屋的問題 你完全是 你講過安慶成素 又落空了 你很激 你青年都是我們重要的一個 持份者 在社會上的比例 他在我們的未來 是我們的大動力 你對他的照顧疏忽 這個真是說不過去 最後一個項目 文先生 心旺的 我們都說了很久 派堂呢 我們當然是歡迎 但是派些什麼呢 當然今次就說 政府說真是慎窮 今次就只有580多億的盈餘 所以很多的派堂措施 都是縮了水的 是 我們都理解的 但問題是 我們說了很久的代表租金 今次都是不同意 拒絕了我們 其實說起這件事 老實說 我們都在前線做事 都收到很多訊息 老實說 你那個4000元 17年提的 19年落水 即是 去年提的 去年提的 2月才推出來 2月推出來 你2月份開始去填表 2月1號 在這個程序上 我不知道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表也不夠 結果我們很多前線的同事 很多區議員 各部社會那些都幫人來填表 有一個很值得表揚的例子 我們三年來的一個同事 董建利 董建律 議員 自己的印表象 都被銷毀了 被銷毀了 被銷毀了 真是值得表揚 但有些 真是 又不是很開心 為何我們做完 其實出了一些表 政府做得好一點 我們可以協助 但不應該出現象 還有一個 很多事情 方家說了 一大論 現在的從事二流 不用地址 證明 但是 都是花費了很多行政 以致到我們 成本不少 但如果坦白說 我們計算過一條數 代繳租金 第一幾年內 都沒有做了 一六年開始沒有 一六年開始沒有 那是三年 今年就是三年 所以其實 而且就算你 代繳租一個月 第四年 第四年 你代繳租一個月 是多少 十億左右 如果按照 之前 去年 建議房委會免租 那時候計算 大概是十億 如果連房協 可能十多億 那數率 也不會太遠 但是 行政手續方便很多 直接受惠 直接受惠 而且居民人口 在公屋裡的比例 又這麼高 這個措施 現在加不了房委會 加上房協 應該接近80萬 對 所以比例這麼高 為什麼利民措施 不做得更簡單 直接些 當然你四千元派 我也同意 但是之前要做好些 不要搞到這麼混亂 還有一個代繳租金更容易操作 而且你十億而已 為什麼你不做 這個很失落 是 我想 整體來說 看民生怎麼看 我覺得 對於預算案 我覺得是合格的 但是分數高不高呢 我覺得不太高 亦有很多空間需要改善 為什麼不高呢 或者給它合格呢 我自己有個看法 就是 作為房屋 這個重中之重 牽涉到 特別是青年人的住屋問題 這些系列的問題 作為社會上 重中之重 那方面的落墨 那麼少 絕對是失落 而且 當然其他方面 我們也有看的 不然不說 因為他們說房屋 但是 從這個重中之重 你都做得不足的時間 只能夠給合格你了 是的 我想這個 就是 我剛才在這些訪問裡面說 自採一個金句 少中有類 似乎是 回應了過路性房屋 我還是支持 對於一些基層市民 是有一點好的地方 但是不等於改變了問題 因為 輪候時間都是高 5.5年 所以我形容為少中有類 應該繼續要努力 這方面 我就覺得肯定是要繼續努力 尤其是在房屋政策的關注 在過度性房屋上面 那個投放應該會多些 因為 你土地 我們支持的 我們 波渠道 不單止填海 其他的 棕地也好 高農地合作也好 公司合作也好 公司合作也好 我們都支持 最重要是快點 有些地出來建房屋 但是問題 這些都是耐物 但是過度性房屋 比較快 建效的 為什麼不做多些做好些 這個我們 堅持這一點 沒錯 我猜今天就停電動轉播 好 也看看 今年的 因為剛才提到土地問題 因為之前 政府也全面自立了 土地小組的建議 但是 怎樣落實 我們要密切去留意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 今天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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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